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 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可以在官網上的那個議程表上 可以看到那個Style 就是你在提演講的過程中 如果有想要問問題的 可以直接寫在上面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就是 Kiss Young 帶來 等一下喔 資深Python工程師提交的程式碼 如何被審查 好 讓我們掌聲歡迎一下 謝謝 好 午安 那大家好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co-review的Python Engineers 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那大家想要sener 那難道我不是sener嗎 那我是不是sener 這是蠻常聽到的問題 那我這樣一寫大家就 這個人怎麼敢說自己是sener 還是誰是sener這樣子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但我們會在接下來的token裡面繼續 揭示一些相關的想法 但還是會focus在co-review上面這樣子 然後會帶到一些 可能跟大家有關的程式碼 或是大家的有關的架構 甚至是跟自己的支架有一點點關係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agenda就會有兩大部分 那第一個是會挑六個點來跟大家分享 一個sener派上的engineer的想像可能是怎麼樣 在co-review的層次上面 那在相關的部分還有 跟co-review有關的環境跟工具 可能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今天不會講到的就是 這些東西要怎麼去真正的實作 或是要怎麼自訂成規則這樣子 那大家 因為網路上會有很多參考 那更不用說找一個好工作了 那這個可能會比準備十個talk太難這樣 好 那有人在github或是做過任何co-review的動作舉手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大概是舉了一半的感覺 好 那我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那通常就是你有一份程式要提交給別人 提交到例如說你們公司的程式碼裡面 你們組織裡面 團隊的程式碼 通常是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你會把這個程式碼 請別人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合進去了 可以讓他去做一個 合併的動作讓他成為真正正式的程式碼 因為你寫的 你的主管你的同事不一定會認同你的組織這樣子 所以通常是讓 工程師可以分享這個程式碼 是不是可行這樣子 好 那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kissiang 那我現在是iSHIFT的 Lead Backend Engineer 那也是台北打開 台北打開的 社群每個月會在 每個月希望在台北辦一次聚會這樣子 那也曾經是拍檔iPEG 205的主席 那公司 簡單介紹一下我背景 我工作的公司讓大家想像一下我們會有一台iPEG 然後大家掃碼點餐或是在iPEG上面點東西 然後那個資料就會傳到雲端 那雲端就會用Python 的一些 層次像常見的Jungle 跑在WS上面 然後有很多Diabase 那也是MySQL PostgreSQL MongoDB 好 那今天接下來進入一個大階段就是跟大家分享 六個重點這樣子 六個key points 那其實 他對一個 對一個很資深的人 他可能覺得 其實有 超多了 為什麼選 這六個 那我們看下去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 簡單講就是從我們的 過去的經驗來分析 或是跟我自己過去幾年 一直在一路上 十幾年一直在開發Python的路上 的心得這樣子 那Coreview長得有點像這樣 你寫了什麼東西 他就說 這裡你架了什麼東西 你改了什麼東西 然後 請別人來看 這是一個 示意圖 那 這樣子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讓 一個是 保持他的 品質嘛 那不然的話 就是沒有人看過 你就河邊上去 你就把它布到Python Python壞掉了 然後 好像是每天的生活 Anyway 那同時讓 別人看過 還可以分享你的知識 他如果看不懂 他可以問你 為什麼 你要這樣寫 你這樣寫的邏輯是什麼 那 他下一次 你離職的時候 他就可以請他接手 那 開玩笑 那其實 知識分享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公司 不會永遠是你在做這個 功能 或是專案 所以 其實他是一個 非常常見的Python壞 那 還有當然一個 超棒的點 就是你可以 及早發現你的Bug 然後 及早把它修復 所以基本上 Call Review 已經是一個 所有軟體工程 成常見的parties 常見的實踐 例如說 Ninus kernel 難道你隨便 發一個修改 他就會收到他的kernel 然後去影響世界上 呈現3萬的伺服器嗎 不會 他會先看過你的call Ninus 會先看過你的call 然後再 merge 寫到Ninus kernel裡面 好 那 好 那例如說 但他跟我們常見的 GitHub 可能 在上面call 不一樣 你要 你要學會使用的 Git 寫Mail 基本上他會從 Email上去看 你的call 這樣子 很有趣吧 那回到我們Python好了 Python在某個時間點 也是回到GitHub上 所以大家可以很輕鬆的在 GitHub上看 你要改什麼call 進Python的程式碼裡面 這樣子 那其實要合併一個call 你想想看 難道你什麼 直接去改一個程式碼 他就 直接收嗎 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怎麼運作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幹嘛嗎 所以他們會寫一個PythonDevipers Guide 讓你去很快了解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背景 你要 提出這個修改之前 你最好看過什麼 例如說 你可以想像 這裡就有一個 Cpi Internals 所以你應該要知道這個Cpi裡面 這個用期寫成 語言寫成的Python裡面 到底是 怎麼運作的 那 當然 有這種 不是每一個專案或是每一個公司裡面都有文件 但這是一個 很好的範例 所以如果你以後要改什麼 你想要去 幫助Python的社群的call 你就會 走這裡 走到這裡 好 趕快回來我們的第一個key point 好 那第一個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comment 註解 註解有什麼 不就是註解嗎 那他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那通常我們想說有寫註解是可以讓 Cisma更容易閱讀的 所以 如果你不寫註解的話 大概 一來是你想要用這樣子讓別人看不懂你的call 二來 好 你就是懶 anyway 三來 三就是重點 anyway 然後 這邊其實 我想要講的是 讓你的程式碼更容易理解 會比寫註解更好 這樣子 那除非你的註解太難寫 會寫 Ithraku 應該說 抱歉我講錯了 除非你的程式碼 Ithraku 你必須要把它寫那麼乾淨的話 那你不如寫註解或文件 這 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就是在你實際的 情況裡面 因為大部分的工程師 每天的生活就是在猜 猜別人寫的call 是在幹嘛 如果能夠不猜的人當然是很幸運 但 如果跟很多人合作的話 或是 上古 上古人的程式碼 你就在想 這到底在寫什麼 對 那 我沒有給你們猜他在寫什麼 因為你看到這個call的時候你可能想要 練習自己內心的平靜這樣子 對對 好 那現在有另外一段 另外一段有加了Kiss的註解 好 那他說這個是會幫你算這個贊單的 Total這樣子 但程式碼還是長得一樣 這樣 有好一點點 至少 離職後有人 說我有寫註解嗎 雖然你可能也沒有跟他講話 好 現在 又有新的程式碼片段了 在這邊呢 上面的call其實是 上面展現 就比較沒有用那個 變數的縮寫了 所以你比較看得懂 他有在算 Items的Total 但下面的呢 但是什麼 是什麼Total你光看上面的 你還是要來猜了 你要不要去看 註解 註解沒寫到 啊尷尬 但這一個 這段程式碼 他說 這有 BealTotal 然後我要上這個 Items 在 Menu 裡面的Items 那我還要寫什麼註解嗎 你看call 我在寫一樣的註解 在說他做這件事情 不是跟這段call 一模一樣嗎 那我只要寫這段call 我覺得就可以交代了 會 大概是推薦這個方向 就是 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希望你寫 那個精確的程式碼 他是一個 比較充滿描述性的 然後他可以告訴你 那個程式碼的目的到底要做什麼 好 那 另外一個 Example 是另外一個嗎 其實跟剛剛那一樣 這個就是一個 精準的call 來充滿 寫清楚他想要幹什麼 然後 把他描述了清楚這樣子 然後把他的目的寫出來 好 第三點 每個 每個玩笑裡面都會有這個電腦界最難的問題就是命名 那這個 命名除了剛剛你要充滿描述性充滿目的以外 然後你還要再想 其實還有一些我以前考慮過蠻有趣的點就是他夠不夠特殊 要怎麼定義他夠不夠特殊呢 例如說 你在 因為 例如說Jungle 或是你們的系統 可能會有User 然後 你可能還會有一個東西叫做Member 是使用者就是會員嗎 那 那你可能還會有一個 模組叫做CRM 但有一天你要在這些程式碼裡面找User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User定義在哪裡會比較好找 有一天你要找 Member的時候 你覺得要放在Member裡面還是CRM裡面會比較好找 我這邊沒有直接給你們一個 定論或答案 因為這個會在你們自己的程式碼裡面 應該說你們本來的系統裡面交錯這樣 像我們公司就會有 CRM 我們公司會有Member 那基本上我們就要想去這個Member要放在下面可能是比較好找的 然後我們不會有Members 因為Members好像是一個比較 底層的model之類的模組 這樣子 好 那 順帶挑釁一個 CAMELA的工具叫RiffGrab 那他可以幫助你很快找到 你的工具 如果你用CAMELA或是用Grab的話 不過如果你用VSCode 就不用擔心 Visual Steel Code 我已經 底層就是用它 因為它太快了 好 那命名例如剛剛的範例 在 這邊我們有講到有展示這個 Member Logic 跟一個 另外一個命名 把模組命名叫Member Utils 這也是蠻有趣的 你想要怎麼命名這個東西 包含第一個 Logic其實是在想說 你可能想是想你的 Business模組 而不是它不是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那差別是什麼 Business logic就是業務邏輯或商業邏輯 是跟你們公司的 定義怎麼去做這些事情是比較有直接關係的 跟你們的 怎樣怎麼去跑這個使用者成交 使用者 怎麼這樣算是一個付費的使用者沒費的使用者 這些叫做商業邏輯 那 UTS可能就比較 簡單小的東西 例如說怎麼去 query users 怎麼去找到貨員 怎麼從資料庫裡面繞出來 這些小工具 就我們叫 那這邊假的我現在是放在 Logic 裡面 現在有兩個方式 那第一個叫做 query member roles 那他說什麼呢 跟他寫一樣 就把 DB 裡面的 Member models role query 出來 那第二個叫做 List members 跟他寫的也是一樣 他 List 裡面的 Member model 然後把這個 role 轉成 list 列出來 那 表面上呢 他們看起來就是 他也是在寫他做什麼 那下面一個也是在寫他做什麼 那他們兩個真的有誰比較好嗎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覺得放在Logic 裡面的話 我想要表達的是 商業邏輯 也就是說其實 我放在這個Logic 裡面 也就是說 我 其實可能會有一個預期 我在看到這個 function 的時候 我就預期我的 頁面 我們公司的頁面裡面 會有一頁在列出 Members 所以他就是一個 功能這樣 他是一個邏輯 那 如果只是U-T的時候 我其實會不知道我們公司有沒有這個 頁面 因為他就是小工具嘛 他可能會 幫 例如說算帳的時候把所有的Member列出來 那 不一定會有這個業務相關的邏輯 真的會要呈現出來 這是一個比較細微的差異 好 那麼你繼續 那 剛剛是講 Core review 因為是講Core 但其實 剛剛有提到 Module 就是你們每個模組的命名裡面 其實都會影響到 大家 就是 大家在看Core的時候 萬一 就是你命名他是Logic 或是 Service 然後跟U-T就是有點不一樣的命名方法 這樣子 那一樣 如果實在太tricky了 你沒有辦法做出一個很棒的Infra Infra架構 或是一個 很完美乾淨的 的模組命名 我覺得就是 用 註解或寫文件 是很常見的解法 就 哪個公司可以不寫文件的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看這個任何派長 那有 看過裡面的內容的 可以舉個手嗎 對 好 少數 沒關係 我也幾乎沒有看過 沒有啦 這太久以前了 那基本上如果把這個module 派長裡面有一個 List module 那 他就會 嚇嚇你 這樣子 好 那其實他是充滿私意的 如果大家 有空可以再 觀賞 但我們現在沒空 好 那我挑幾個有趣的 那 其實這些東西 他裡面講的那些詩句 那其實在 common code 或是naming的時候 其實有 講到 漂亮 比醜陋好 這不是 當然的嗎 但其實在 英文的描述裡面 它是帶有一些 詩意嗎 好 明顯比 那個 隱慧 那個 隱喊 隱喻好 就是 你可以明顯的表示出來 你不要用一些 很簡寫的變數來混淆 對 因為目的不同 我們寫扣 常常是要給別人讀的 那 簡單比 複雜好 這樣子 那你會在 所有的排行 甚至有時候 我會想說這句話是不是 排行的經典 或是說 軟體開發的經典 這樣子 包括我剛剛 用程式碼 寫的比較 精準一點 來取代 還要多寫 common 這些都是在這種 原則裡面的 呈現 這樣子 那接下來還有 他有說到 閱讀性 很重要 然後 能夠容易解釋的事情是比較好的 然後 會提到他這個程式語言的一些 特性 就是怎麼 這命名空間 你是不是很清楚呢 對 那其實有人說這個其實是當初 因為 Perl 有許多 實作 所以他們就 有一點 一些 相對一些開玩笑的意思在裡面 不過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的 talk 那這個 part 2 剩下6點 剩下3點 那第4點就是沒有用的call 其實 基本上我認為 CNR工程師不太會寫 也 滿滿的沒有用的call 那其實他也非常容易做到 只要 有一些環境工具的幫忙 像常用 以前常見的是flakeA 然後 Pylint 那最近現在 Rust 那個Rust出來有很多 新世代更 就是速度很快的工具 包括剛剛的Rift 還有這個Roof 那他們用起來就是可以幫你 幫助你去挑出這些沒有用到的東西 這樣子 例如說 如果你 import一個 為什麼它會有影響 你 import一個sys 但是 整個 module 都沒有用到 那 層次碼又要來猜 這 閱讀者又要來猜了 這 是不是在哪裡有沒有看到的call 假設這個檔案有1000行 那 當然這個工具是可以補助的 那L 忽然定義一個L 那也沒有用到 那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刪掉呢 但 你又會怕 如果它你甚至你們公司甚至沒有CI幫你測試過這些的話 那如果有CI 或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在local也可以跑的叫做一個pre-con-me的工具這樣子 他在你con-me的時候呢最上面也喊我con-me的然後我就說 他就自動幫你跑你設定好的工具例如說flakeA 然後告訴你說你 Sys import 但沒有用了 然後你的localValue L 有被assign 但也沒有用 然後 你這個命名 也很怪 就是 他沒有辦法 不太知道這個L是什麼意思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幫助你了解 例如甚至你公司自訂程原則上的話 你這個con-me就進不去 應該說過不了你自己的電腦 Peycon-me 跑來自己的電腦的時候 他有跑雲端版的服務這樣子 那這個範例是我local我立刻就知道了所以我應該改好 他才會給我過他才會真的con-me進去這樣子 當然我可以很壞的叫做ignore 好 來 那 所以我剛剛講的我覺得 另外一個點跟大家分享也是一個蠻慘烈的經驗啦 就是 Senior 工程師可能已經寫過很多常見的Peyron的錯誤了 那跟大家分享是希望你們可以不用 不用踩到錯誤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 例如說常見的Peyron如果你去Google 你也會去社群 引擎你也可以找到例如說一些 Function Default你給他assign List的話 那個List就永遠在那邊了 他並不是每次跑Function的時候都會變成都是空的 那例如說你改了你在一個 回圈裡面去改這個List的話也會可能有你意外資料的事情這樣子 那在這個可能就不是直拍 Anyway 那我們 最後一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Lambda在路本裡面的經驗這樣子 那也就是我們採過以後就覺得自己更senior了 好開玩笑 那例如說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翻例啦 那 我現在有一個Function List 然後我就給人家一個Range 我希望在這五次裡面這個Function可以一直 一直回傳不一樣的 的 呃 值這樣子 那例如說 他是1的時候我希望他是1 他是2的時候2這樣子 結果就是所以我產生了五個Function 所以我就這些Function摳起來的回傳值 應該是12345 結果沒想到上線以後跑下去 只有第四個結果出來這樣子 那這當然如果是跟你的商業流距有關 例如說我要處理12345這五位使用 五個帳單好了 結果只有最後一個帳單被處理到 這 能不修嗎 嗯好 那 那最後回來就是蠻常見大家就聽到P.E.P.8 那P.E.P.8就 就有很多跟拍檔風格的命名 那整個拍檔社群圓圍繞在這些命名的上面 那他也是有很多工具例如Black ISO 因為大家 又愛又恨吧 被這些風格 因為其實又會有很多討論這樣子 有人說 例如說到底 最長要 自傳 每一行最長是要80還是99還是120 就是 例如說 Jungle可以到119之類的 Black他就說 我覺得99比較好 那 然後就變成大家 吵來吵去 然後甚至寫人工就來吵 Anyway 但不是 不是要吵 是 是讓大家更好的合作 如果人工是用Black 那大家就 好我們就同意 就用這個長度之類的 然後他甚至可以讓你 我們就 幫我修改成雙銀號這樣子 我們你的Code再不會大銀號跟雙銀號 混雜了 很抱歉我們公司沒有 還是 我們沒有 我們有採用這個規則 那剛剛提到的Picamate 也是可以參考的 好 那我會加速一下 那 這個是一個 剛剛那個PP的範例可以在你的編輯器裡面 修改 應該說直接 你可以用一些工具 不管是PyCharm 或是在你的編輯器裡面 你就可以 在Picamate之前 你就可以直接修到 這是一個 我覺得 Senior可能就是在每個地方都快 甚至在越早的時候越快 那另外一個 多提到的點就是 Type Him 他真的需要Type Him嗎 那其實 小專案 小專案可能 不太需要 你寫的時候你自己開心 或是 其實大家 可以接受就好 但專案一大呢 你要找出各式各樣的錯誤呢 那他就是一個 非常 值得 拿來用來 尋找找 就可以找出錯誤的工具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透頭上部 甚至到後來 都有提到一點就是想要 早期 發現問題 早期預測 人生的錯誤 好 那 接下來 一層下半部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環境跟工具的支持 在這些 call review 跟 pull request 的 過程裡面 好 文件是蠻常見的 在每個人工作 說 什麼時候要去寫文件 什麼時候不要 那文件可能會出現很多種地方 例如說 commit的 message 裡面 我想要每次 commit就亂寫 反正最後 他就是大家會看 PR 嘛 但其實 你PR 進去以後 有一天你回來 你真的有辦法從某一行找到那一個PR 那一個 pull request 上面寫的描述嗎 當初提交寫的那些描述只會在Github上面 你從call review 跟你的那個 版本控制裡面你能看到什麼 就是commit message 那如果你亂寫 如果沒有寫得很清楚的話 那就 有得猜了 對對 那下一層就是 pull request 的描述這樣子 這個大家比較容易 用到 那 真的比較嚴重 或是說一些 專案相關的 就會到 文件 文件檔 那一個 像我們公司在做 實作之前 我們會有 想要先把一些早期的錯誤發現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design review 你要怎麼實作這次的專案 你的目標 你的 這專案的目的 可能是 例如跟PAM的設計師有關 但是 你可以跟你的 例如說我們後端同事分享 然後 然後你的 重點就是你的實作計劃是什麼 然後我們會在這個實作之前就拿來討論 就開始討論這個model跟tail 而不是我 做完三個月 然後再跟同事分享說這是怎麼做 同事說這樣不行 然後我要再重做三個月 這我是有聽過真實案例的 不是我們公司說 那另外一個 就是當你這樣子在做這些 design review 就是那種 長年累積下 你就可以開始累積你自己的template 你們公司怎麼去做 你們每次設計的流程優化這樣子 好 那這是一個template的 範例 例如說你每次上版的時候 可能infra上版的時候沒有 B plan 例如說你的設計 我們中最常見的就是 API model跟DB這樣子 那這是一定要看的 因為他就大概是展示這個專案 一半的 設計想法這樣子 那 如果我們公司要 要上市上櫃 這個secure review 就不能少 而且還不能把它刪掉 好 好 那 還有替代方案也是蠻好的 因為你開始想替代方案的時候 你就會 比較容易找出你現在的想法的 遺漏 那 我們公司這樣10年下來也會累積各式各樣的文件 那常見有Notion Google Doc 然後Figma 這種 設計文件 那 有 大家公司裡面有CI-CE的也可以舉個手嗎 例如說 Jenkins GitHub Action 好大概那種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感覺 那 其實簡單講一下 CI就會在前期幫你的code做build test的動作 讓你知道你這個code有沒有 是品質如何 然後CD的時候就會 持續把他們部署到perlution 這樣子 那CD是一個比較挑戰 現在是比較常見的事件 那 那一切都是為了自動化 減少這個 很人工的 操作啊 然後 很手動的 預防那個手動的錯誤 而且如果你一旦自動化也表示你也很容易恢復 那我們公司有一次就是 靠著我們例如說 上個月剛好做完了自動化 在這個月AWS壞掉的時候 我們立刻用自動化立刻開出來新的一個cluster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也會幫助你加速復原的動作 而且可以讓你的 因為你自動化也會有程式碼之類的也可以更容易 例如說你今天休假請別人來 來救火這樣子 好 那 這個是一個再破request的樣子 CICD 好 它會一個一個檢查 那有很多工具也是 Jenkins GitHub Actions之類的 那 這是一個PyroRide的 我早上也有講者 是 在介紹的 那這份這樣可以看到它 圖示畫在CIC的過程中 你及早知道你資料的錯誤 這樣子 然後 再跟他分享這個coverage就是 它在CIE的過程中 你可以跑出測試 但你可以在local跑 就是 你檢查裡面哪些測試是有測到還是沒有測到的 那一樣可以及早發現你沒有測試過的程式 是不是到上線的時候再請客戶幫你測試 然後請客戶打電話來跟老闆說你的程式碼有問題呢 好 那 這邊也是有很多更胖 蠻常見的工具 例如PyTest 甚至一些服務Sentry 或是新的服務SonaCube 好 那 那它可以就結合CI的過程 那這邊有些百分之百 我們公司現在就是 95以上 就是這個大專案的整體 但回來任何派上這樣子 這樣子 那 錯誤不該被 安靜的 越過 然後 然後也一樣 就是除非你明顯的告訴他啦 然後 特殊的CASE也不應該被 破壞這樣子 好 然後 這些東西都希望是一個有一個 比較偏好的一個做法去做 這樣子 那回到我們 CINE的工程師 最近就是會有AI tool CHRGB什麼的 Copilot 其實 是蠻值得一次的 因為它終究是一個挑戰 或是幫忙這樣子 那 但是在我們嘗試的過程中 它還是會是一個 補助而已這樣子 那 在我們自己的經驗其實就是 它是一個工具但 我們還是有價值在利用我們過去的經驗 然後 團隊合作也是 Mentalship也是我們在公司裡面非常重要的 其他就是Design View 會跟Minting裡面 會發生的 然後回到自我成長 就是基本上 工程師 性或不性 可以一直學習 持續學習 那 就是 例如說參加排康 接下來的APEC 都是一個 可能的過程這樣子 那回到大家可能最關心的 例如說 Career Work 我怎麼 升到下個階級 其實這根 例如說你可以去Google 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知名的公司 的Career Work是開放的 這樣子 你可以直接看到他們是怎麼定義他們每一個 之以來的過程 但這根本公司並不是 並沒有很難直接套用 應該還會回到你們公司 裡面的文化跟大家的 技能 技能的 感覺 然後 也會跟公司的 你的老闆 還有你的Mentor是有關係的 因為 你想要怎麼生死 其實大家基本上第一句話就是 去問你的Mentor或老闆 對就是他們到底要什麼 而不是你自己做完 做了三年以後再去問他 原來他們要我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 但如果 一切都 都沒有那麼順 可能就是在面試跟 這個公司文化的時候 就是一個決定的關鍵點 這樣子 那最後總結就是 其實 Cineer這個字真的這麼重要嗎 其實我覺得他 這整件事 這些整個Tor講起來 他就是在 提供更多的幫忙 不管是幫助公司 幫助 自己 幫助你的同事 然後從 寫註解 把 變速寫好 到把程式寫好 到不發生 常見的問題 都是為了幫助 每一個人 包含你自己 那這些 支持的環境跟工具也是一樣 早點發現問題 是幫助誰 幫助你自己 睡覺的時候安心 假日不用值班 可能要值班啦 但值班的時候不會出錯 Anyway 好 那Design Template也是幫助你自己 你不用再一次 每次都想說 這次的專案要怎麼開始呢 只要你有添貝雷 你就可以知道 接下來要幹嘛 那CICD 這些也是 你在 提交程式碼的時候 你程式碼有測過 你就安心 好 那今天這是我的演講 謝謝大家 好 感謝Kiss的演講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 就是 隨意 我看一下喔 在那個SIDLE上 有個戰術最多的 現在有 他的問題是 平常都在哪裡 進行Review Editor 或是 Brother 以及如何進行 好 我們平常是在 我們公司是在 GitHub上面 進行 CodeReview的 那我們會直接看 CodeReview的地步 但是呢 這是一個蠻常見的 Pattern 所以可能沒什麼好分享 但我可以分享一些 在 GitHub上做 CodeReview的時候 我是有同事會在 自己拉下來看 的 例如說用PyCharm 用更好的工具 去做這個 整個程式碼的 Check這樣子 因為 因為CodeReview的時候 它只能 有一段 但我想要看到 整個程式碼的上下 我可能要去點 但是 當我用PyCharm 或是用其他的 Flag工具去看的時候 它還可以告訴我更多 例如說你的命名 英文 單字錯誤 這個不容易吧 這個在GitHub 目前好像還沒有 但 有一些工具是可以幫忙的 例如這種 它可能會用不同的方法 去Review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 也主要是在 GitHub上看 特別地步的話 我們其實是用了很多 Jenkins之類的工具來幫忙 把這些結果 寫回這個GitHub的Review上面 例如coverage 然後 還有什麼 這些 有沒有 有沒有測試 甚至我們還有做一個檢查 有沒有 這一個PR有沒有 有沒有標在某一個 Asana的連結 就是某一個 Tiki的連結 這樣子 因為 我們終究這個 近版的Code是要上PyCharm 一定會有QA QE看過 好 還有很多分享的話 可以在私下找我 好感謝Kiss 因為接下來 就是 接著是休息時間 接下來如果還有其他 想要問的問題 像Shiato上有蠻多 就是還沒解決的問題 你可以到前方找 就是講著 跟他做一個 詢問跟討論 是的 很感謝